那剛才就講 你看有些出家人在佛陀時代 有些出家人是從其他宗教過來的 那先用現在 我們用現在台灣來講 原來有些是在算命的看洪水的 怎麼 那來到佛教出家 出家之後 他還在算命還在看洪水 還在怎麼樣 那看潛西 還是這樣子 都沒有改變 只是換個武裝 剃個頭而已 那在印度也有這種狀況 我們用這樣比較能夠理解 那在印度也這樣 從其他宗教到佛教來出家 他們觀念還保持著 他們的行為還不改變 那這 剛開始的時候 很多聖者 很多阿羅漢 聖團很清靜的時候 可以處理 慢慢很多 越來越澎洒進來 思想 把他們的其他宗教就帶進來 那帶進來又把他們的那些其他的宗教的 又把它寫出來 那加上照佛教的講法 如是無耳聞 什麼掛著 變成佛教的東西 他變成山藏 本來是山藏有一定的內容 所以說 就慢慢傳 慢慢傳進來 越來越亂 但是在南傳佛教裡面就是堅持了 山藏就是這些內容 不給人家新添進來 新家進來的 不承認 所以說很嚴格 嚴格把守 現在 現在其實現在你們如果看中文也有一些問題 像 例如說像本身 本身經的話 因為在英文版 因為本身經他只有寄送而已 很簡單 你光看這些本身 原來的經典 看不知道在寫什麼 所以說西方人在換例英文版的時候 把注釋書裡面的故事 也把它換例出來 排版是排小字 日本人原來的日本大藏經 這不曉得 本身經有沒有加小字 那現在嚴格是排版是一樣的字 所以說你們都不知道 裡面的內容很多是注釋書的內容 不是本身經 本身經只有很簡單的寄送而已 那時候說這樣就亂掉了 處理的人不懂 那就亂掉了 你們都以為那些都是本身經 不是 那是本身經住 本身經才很少而已 但是我在講說 你看 佛教的歷史就這樣 很多一直添加進來 你們都不知道 哪些是閻人的 哪些是後家的 這是從法 從山藏的部分 那對佛陀的解釋 對身團的解釋 一樣 就是 如果是沒有沒有採取一個 堅持一個原則 那就亂掉 那因為早期我也 我在佛學院讀時代就讀 岩始佛教 讀布派佛教 那瞭解這佛教的情形 我以前也在北傳佛教出家 那其實北傳佛教 早期我是蠻注重宗教情操的